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 雪靈 又是馬爾 贏者 鏡花先生 先說一件事 因為今季真的沒有什麼翻祖的關係 其實不是沒有翻祖的 翻祖是很多的 但在質素上 太多耳櫃 耳櫃你沒有什麼說的 我們耳櫃比較少會再回顧 因為很多時候大體上都沒有什麼可以再說 即是你的偽戀沒有什麼可以說 即是耳櫃很多時候的套路和一棍插到 即是你什麼龜石果實 哈魯黃金拼圖那些 小品東西很難說 大佬師 不是 介紹我們就會介紹 DXD 其實我都是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但那些正常地沒有太大落差 反而我們今次說的那些 原來一些動畫是 和我看的東西是不是一樣 原來和我想像中的東西是長得很遠的 應該說 我和一個正常人在看一套動畫 或者在看一套劇集的時候 你期待它出現的劇情 它是永遠不會出現給你看的 那應該有驚喜才是 應該好看才是 怎麼會搞成這樣呢 其實驚喜和喜是一線之差的 劇本前其實播很多的 瀑筆 瀑線 天使 你以為會這樣發覺 後面好像沒有了 你發覺是後面的東西 原來和前面的東西 可以完全沒有關係 今貴有兩套東西 其實你們不是趕來趕去同一套嗎 至少有兩套東西 今貴有其實有幾套 我可以這樣說 不過先說一套 一套就是這個硬膠回憶 sorry不是硬膠的 好了 是這個掃膠回憶 可掃性記憶 plastic memory 應該這樣說 你如果定義它為一套叫做催淚的作品 當然它不合格 但是你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看動畫 我們要多方面看 少靈 少靈 從來都是只有你是多方面看的 我記得你在新番介紹的時候說過 一定會黑的 這套東西 最後又真的是 中間有些事情發生了 他不對 他說最後才會黑 第四集就黑了 這個是驚喜的驚喜 我肯定是這套 這樣說 這一套東西 剛才我也是這樣說的 你作為一套叫做愛情劇集 其實我不是以為它是愛情的 我以為你又說回你傳統那句 愛情 戀愛 小品 不是喜劇 它一定不是喜劇 但我也是說一句 你要多方面去看一套作品 如果你這套什麼 你作為一套介紹什麼 介紹怎樣去營商的作品 這套作品是成功的 他介紹是虧錢的 不 他介紹給你看怎樣去欺負人 和打到競爭對手 沒錯 是這樣的嗎 是 你在不明白嗎 我會用這個角度去看 因為其實很多他的劇情裡面 他經常都會提到一些公司裡面的政策 他怎樣去 主角方以外的一些正常的回收行為 是怎樣做 他是有多方面去描寫這件事情 所以他告訴你就是一個正確的商人 要怎樣去握取別人的金錢 主角是反面教授 不要學主角這樣 搞辦公室戀愛 拖延 辦公室的經濟效益 我們逐步逐步來 這套東西裡面 我們之前說過 他有很多的設定 就是講這些 Mark's Man 對 這些機械人 其實就有這個九年的限期 這些機械人叫Gift The Art 當過了九年的期限之後 他們的記憶就會出現問題 似乎機械人 其實做老婆幾好 七年之養 九年的定期回收 但問題是一個定期回收 就是沒有的 就是不能雲端儲存他的記憶 然後下去 做不到的 當時的技術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的技術都做不到 是不是 我這樣說 新翻介紹的時候 講的幾件事件 就是 C 他們第一課裡面 他們的回收方法就是 要什麼呢 要令機械人 和持有者 都接受 是的 我們是要分離的 但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個公司政策 基本上來說 就是令到你臨終都死得好看些 大家就 不是 大家分手 亦都再見亦是分友 當在街上走到見到的時候 不要很怨恨地看著他 是的 笑桑 愉快地離開 愉快地離開 希望就是說 都能夠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回憶 是的 所以 但是他教人分手 這個鮮美的回憶 在劇中 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 我們在新翻介紹的問題 就是 究竟 在拿這個機械人的時候 我是真的 很有懷疑 其實 公司有沒有說清楚 是九年的 因為 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態度 有些人好像 有些人說 要收回嗎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 九年 我知道 但是 我是知道的 但是 我也知道 其實 我又不是很想還 到了這裏 又顯身了一個問題 究竟 有沒有人告訴他 其實九年之後 機械人是會發生問題的 但是 之後有一個人 又說 九年 我知道 之後我都換了新OS 我明白 這個人應該有聽說明 應該是 他說了十條 二十條條款之後 聽到二十條的時候 發覺 是這樣的 但通常人們都不看 菜單 不是 反反題你簽是一個 你可能要賠償一些賠償金 但他好像沒有人提過 大家應該用一個 現實一點點的外賣 去看的就是 雷曼嗎 你買電話 你上台 他給你一份東西簽的 我拿回家 我拿回家 你就是那個 你經常換OS那個 但是 所以他有錢人 甚至八九九十幾個%的人 九十九個%的人 在這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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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問題了 你簽個機器人 那個樣子可以嗎 OK 那你拿他就可以了 這就是正常銷子做的 有什麼好處的簽名 會是壞處不說的 其實銷子已經為你著想 我說二十幾頁紙給他聽 你睡覺了 是不是 我為你著想才不說 當然我覺得 我看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它裡面 真正有回收 在一貨裡面的回收貨裡面 其實在講的案例 大概五個左右 其實是 也都合理 我覺得這個數目 這五個案例裡面 他們每一個家人給出來的反應 他們都好像是 我發覺就是 喂 你們是不是幫不同的公司 其實 是不是這個回收貨 其實是 這個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公司 但是 又有 CSL 又有123 又有3 又有很多台 所以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合約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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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公司的政策 永遠就是這樣 一個呢 Sales的部門 和回收部門 都是兩個不同的部門 所以Sales的部門 說了些什麼 回收部門是不知道的 你看出來就是 其實他們那個回收貨 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 那個 他的劇情做出來是 喂 我感動不到的 就是說 你那些人 給出來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 就是說不會說 反應不同 和感不感動到 沒有關係的 但是不感動是真的 沒有的 其實都正如我們 一開始新發的時候 就是說 他那種感動的模式 就是我有感動的配樂 我有感動的橋段 這個比UBDuck好 對 因為有感動的配樂 UBDuck很堵 沒錯 之後有感動的配樂 有感動的橋段 有感動的設定 所有東西鋪在一起 但是呢 就沒有任何鋪陳 沒有任何的劇情 被你代入角色 這兩個問題 然後 他身份介紹之後 我們之後的下個故事 就是一個小朋友 他的家人 領養了一個人 應該是當他女兒 小朋友 就當他是他姐姐 這樣 不幸 他家人 雙親就 離世了 離世了 剩下他姐姐 也都到期了 那就要交還了 其他問題 領養好免簽給他爸爸媽媽 那姐姐 這個遺產 其實是否合法 給兒子繼承 兒子有沒有權力 還給兒子 你不要這樣 我科學化 你拖得很遠 iPhone你也是給兒子用的 有什麼問題 而他開頭 其實小朋友 他不想承受離別的痛楚 所以 特地就做到自己 其實不用說那麼遠 他好像一大分方 他就簽了名 很壞 你考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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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是不合格的銷售嗎 錯了 阿斯那個位置 其實他在想什麼 我都未推薦你後續售後服務 你這樣簽名 怎麼鬼 你試一下 我都是用上台的例子 你試一下進入到CSOL裡面 你同學說 我剪掉了 然後說 不要這樣 我們其實還有後續優惠 他會不會讓你簽名 他是不會的 夜行者 有沒有簽過友善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你就不明白了 大哥 是個坑 這個是所有這些 合約業務的一個員工 基本上一定會做的行為 所以說來講 這是常識 但他不是銷售 他只是推這個售後服務 推售後服務 你都要業職 也在我故事上 他們業職是不好的 他們這個部門 但他真的有推過剩下服務 不是他那個業職不好 是因為他花多了很多Course 所以他 回收的時候 所以他才要製造更多的剩下服務 然後製造更多的Course 其實在我們看不記得劇情裡面 那個副頭部署應該在出他們的數 應該是 即是你要說到那個位置 即是說 他不給他簽名 我覺得一定是這個原因 即是 你公司培訓員工的話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拖著客人 你講到他就是什麼 他有點心動 所以 不應該是這樣的 他簽了名還簽了名 那份是一定要的 簽了名那份先收起來 接著再追著那個小孩 說我們有其他的計劃 應該是這樣才是 你錯了 就不是叫他考慮一下 從洞瓦國書法 看到每一次 走到上門扣的時候 阿婆問了誰 我們回收機械人 但是後座服務 你想以一部機械人的圓形 背包一定會不會新的 會不會這樣說 這對條文 類似的情況 會不會是 夜行者再簡單問一個問題 我簽個友善 沒有 你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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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善就是像我那樣煩 你拿個刀上去 那個小孩都要把心一環 不想有太多的傷心 所以就說我不認這個家姐 希望將這個傷害帶到最低 然後跟著什麼呢 才是強行將他們兩個黏在一起 然後跟著 你要明白就是 這個不是滾磅 這件事是很毒的 聽到也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剛才 就是為什麼多角度去看龍話 我剛才已經說過 我現在說我是盲的 為什麼我看這套東西不同 你不是去CSOCPEN的人一邊看 在等著 為什麼看到這些東西 他真的打算不做PEN 他是打算 他怎樣去 這些就是金牌銷售 他就將它連結在一起 等到他們有共同的回憶 再說 這件產品不是差的 簡單點來說 阿雪山就說 如果一個小孩就要簽名 他一輩子都會再去這個服務家 他不會再新的PEN 他連繫之後 以後就會繼續 我繼續續約 我要找一個新機械人 找一個新的家人 這些是存藏卡人 不如你跟我說 這套動畫後面的小孩有沒有做事 那因為發生了不幸的事 你算了 你老寶去哪裡 都崩出了一個新的設定 就是 原來這個世界 是有這些不法的回收商 會回收這些機械人 算了 不 首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別說了我那句才可以 你也跟進了這個 你追入了這個時候的思考 還是不是 故事裡面就是 這班人 不知道他們要回收這些機械人 做什麼 叫做被我恨到 劇情真是黑了 原來這個機械人 當他過了九年的期限之後 他的記憶 他的人格 就會崩潰了 就會變成一個 他的能力是限制一個人類的範疇裡面 但是 當沒有這些之後 他就真正變成一個 Transformer的機械人 他們 是 哪個設計的 1999年自己自爆 算了 我想說 我覺得一下有些很驚慌 令到那個設定 因為他是說 機械人會遵從他的本能 去做這些事 蛤?本能? 你的機械人會想設計做什麼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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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人真的是 沒錯 他們真的是大佬 對 他懂得閃身和握項 其實我覺得 懷疑他們是特別鬼 只會握項 握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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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到 在他們回收貨裡面 然後再說這間公司 還有專業的 當機械人的機械人暴走 清守美的 然後他們會派一些特殊部隊去清守美 當然他們的公司 其實他們是 這個所謂的 善中服務的部門 他們是想 叫做無村無難的 回收機械人 回去 另外那些實戰部隊 已經是 賀槍實彈 打算射到他不遲人形 很明顯是 當然 當然主角方他們 最終他們說 他們回收 他們都有一個武器 他們有一支病毒槍 一射 就會破壞到 機械人的程式 第一點 發生特殊 有本事抓機械人 但沒有本事困住他 即是 你沒有控制責任商品 你沒有問題 第二件事 我其實都不明白 一個人要搭捕機械人 去回收 機械人是戰鬥 他戰鬥不了 只是靠人去射槍出來 其實是什麼意思 機械封鎖是本能 但其實我本來有一刻 會想著 在那一幕 男主角準備了 純貨機械人的時候 我以為是看《珠貨機世界》 應該對著暴龍 這樣 主持人立刻 醉了個手勢 左右手打開 有兩個武裝 彈彈彈彈 我本來以為應該會這樣做 怎麼知道都是 啡拔萬槍 我猜不到 最大問題的一件事 他現有的個案 在13集裡面 當人格崩潰之後 似乎 是會對他的持有者 作出傷害 那不是未必的 你見過 積了九年的怨 是不是 我心想 我憑什麼 我九年做了一個很溫柔的姐姐 九年的怨 我任勞任怨 幫你煮飯洗碗 也未必的 其實很多家人都喝了面 看不到他走樓 小朋友虐待他的姐姐 其實他想做到 最終他們 這次是想做到一個回收失敗的事件 給他看 這些機械人 若然不在這個期限裏面 將他格式化 就會發生這些不幸的事件 因為這套事件裡面 某種異常的主題 其實是 阿C 怎樣去跟Eyla 他們兩個之間怎樣去面對 怎樣去自處 就是說 他們看到這麼多的事件 就說 最後他們發生了戀情 在這段時間裡面 中間裡面這麼多的事件 就說 他們知道他們的愛 是不會有結果的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我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假然而知 其實他就想強調給你看 Eyla 那一千日的事 其實有多嚴重 應該這樣 就說 這個愛情故事 是一個必然 是一個分離 即是不能夠長相廝守 的局面 甚至去到可能要相愛相殺 可能 是嗎 我陰亂之後 可能Eyla 又被Sena捉跪了之後 又暴走 又殺了 我以為 那個劇情會是這樣 我也是以為 那一刻以為 不行Eyla 我們相信愛情 我們私奔 然後Eyla就暴走 然後被Sena打死了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即是故事裡面 因為 我想其實有一個 不出的原因在於什麼 就是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是分不到 那個機械人 究竟是哪一方面 跟人類是不同的 這個也是 我看完整套動畫 最不滿意的地方 我想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前面說了一句 其實這套動畫說的東西 跟一個人 患了絕症 或者失憶症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沒有分別的 這個故事 就好像西片 捉不得戀情 你知道那個聲音 不是人 但你明白 聲音的人性 比他身邊的真人 就有人性 你現在有分別出來 但這套動不出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因為本身 這個Giftier 這個機械人 其實他是 做到跟人類似的 似的是什麼呢 我根本就分不出他究竟 他究竟是 技械人還是人 而他很有趣的 他硬生生做了一些設定 就是說 在中間的段落裡有說過 這些Giftier 其實他們學過的東西 其實他們是不會忘記的 這個有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他報了這條伏線 Ella又很努力在訓練 其實他好像說 他的能力 其實好像一直在退步 為什麼呢 其實你這個伏線 是不是這個機械人 有些什麼 機能衰退 有些什麼固著 但很顯然就是 我見不到 現在就是 任何我們限期前 裡面見的機械人 他們的機能 有任何受損 他們是很出色地 在完成他的任務 Ella似乎是一個 很特別的存在 為什麼他會是這樣的 或者是一個瑕疵品 這樣也行 就是未研發完成 初代很初代的機械人 因為你開始說 他們可能有很多的技能 他們不會忘記的 其實你可能想做出 他們跟人其實是不同的 就算說 如果你對我好 其實我一輩子都會記得 那些這麼老近的條件 因為在他的設定裡 我已經是 這件事情 是不會忘記的 總之 做到跟人是有差別 其實應該可以 但這套他絕對做不到 我勉強有一點 我至少可能想 他的機械人的設定 他唯一想帶的 就是Ella 過去和另一拍檔的時候 的故事 而更多一些 其實他裡面 有很多 他滲了一些設定出來 我們在21集裡面 就看到 如果這些機械人 不晚上 不充電的話 他們 是會 整個躺下的 對付第四集 暴走的姐姐 其實是很簡單的 不要讓他睡覺 因為他也說過 他已經沒有了他的記憶 基本上他只是一個 行屍 就是一隻喪屍 他是不會自己充電的 但是過了24小時之後 我們都看到 那一集裡面Ella 如果24小時 應該不充電的話 他們會睡覺 沒有的 你知不知道 這是一個高度機械化的社會 就好像Telsa電動車一樣 外面也有街站給你充電 可能就是外面充電 太方便了 因為這件事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設定 但其實呢 他只是什麼呢 兩口子在這裏 撒花槍的時候 去用的一些情節 但其實你現在說的是 人和人的戀愛 還有我想說 青春那些事情 其實撒了很久 撒了四、五集 撒花槍都看到 他應該是 用回他之前的劇情 按例放進去 他們兩個戀愛 第一件事 例如說 他有機會衰退 手持不穩一個杯 忘記自己叫什麼名字 類似 可能逐步逐步會發生 或者可能 男主角阿C 他之前見過 幾個四、五個個案子 知道發生 他心情很堅強去面對這件事 而不是哭哭哭 但是我們看不到這件事 或者這樣說 其實 我想說 那個小朋友 跟他姐姐的事件 其實 你甚至應該放在 就是什麼呢 Ella和阿C 以他們開始了 情侶關係之後 他們應該害怕會出現 害怕 即是有一方 會捨不得對方 但是問題是 他們基本上是 收了所有個案子 才開始拍拖 前面那些事件 好像沒有關係 所以我根本寫了 所有事件 你跟著 你講完一大堆回收 好了回收了 這套東西很可愛 頭六集 頭七集之後 純回收 基本上 你戴Wonderner的設定 即是 輕機的機械人 我覺得沒問題 然後純回收完 有什麼呢 在立落 想拍拖 說完無聊的事 什麼都不知道做什麼 坐三集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可以了 到哭苦哭忽 哭苦哭忽 然後水共鴨背 再收多一個機械人 然後一句說完 他們正在放假 不用做 我想我們說 遲半後半有不同 就是這個問題 遲半 是三樣東西 機械人的故事 後半拍拖 他遲半說到公司 我們業績不行了 要我們做事 後半 你們就拍拖放假 不用做為你們 不是他們這個 剪了支出 因為他們是令到 彈不到錢的原因 那你要令這兩個人 其實是平身流色 因為本來Ella 是不願意 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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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 Ella 他不想和C 有這麼多的接觸 就是因為 他不想 因為回憶是痛苦 但是 在中段裏面 所有回收事件 最後都是痛苦 就是 我不明白 那個誘因 那個誘因是去到哪個位 還是為什麼他會接受 C呢 感情超出了 那個現實 卡靖奇說得他 說得了 就說得了 不是怎樣 沒有了 他這樣就解釋了 所以其實他明白 那我不知道前面那幾集 那是做什麼 前面那幾集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最後呢 他也是找回過來人 去做這件事 去講解這個 情感性要面對 就是這樣說 其實前幾集 如果你很專注做Ella 和以前拍拗 兩個遇到暴走的爸爸那件事 反而做好一點 他沒有再講的 其實 純粹 你純粹看到那個橙黃頭髮 那個維修員 肯沒有發癲 摺他穿衣 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 香月那件事件 也是奇怪 原本就是 關心人類和機械人 雙方的感受 這個回收方法 是Ella她自己本身 就是她帶出來的 然後跟著就說什麼呢 當發生了 香月那個機械人 勾斃腳 勾斃腳的事件之後 香月就說 我不想再跟你拍拗了 然後她就 但是繼續奉行就是 E1號就是 顧及雙方感受 的Ella模式 的行事手法 那其實 那是怎樣呢 其實我是很混亂的 那是怎樣呢 即是發生那件事的前後 你沒有一個變態 或者 你放棄它 但是你用它的方式 那你是不是放棄它呢 其實這些就是 中國傳統智慧 這個人 削奪貴族利益 要殺 但是他抵押的法律 是不會改的 歷代都是這樣的 對人 不是對事 你只是奪權而已 因為其實香月那個例子就是 她和Ella 將他們的拍檔關係解除 就是什麼呢 她不想讓他見到更多痛苦的回憶 然後 當阿斯來到之後 他鼓勵他去創造更加痛苦 他認為會覺得痛苦的回憶 你明白嗎 我沒有的你不可以有 我沒有的你不可以有 我有的你不可以有 想當年我和Ella有這麼慘的事情發生 我不可以讓你們有好過 那因為其實 你本身 Ella她自己的角色 其實是 她不知怎樣自處她自己的感情 但其實呢 那個自處感情的方式 其實你見到 因為那句 她不像一個叫什麼 機械人 這套東西很有趣的嘛 這套東西很有趣的嘛 這套東西有兩大顏偽角色的嘛 就是那兩個女角而已 你見到Ella有經常顏偽 阿滿 那個又是經常顏偽 我覺得這套東西最有趣的是看顏偽而已 其實我覺得Ella的人 她做人的那些人 她的感情很豐富 她的感情很豐富 很少女 其實她真的很人 她可以把感情的東西 複射回她 蓋回她 而且其實這套東西裡面叫做什麼呢 因為做不到一些 你可能未必是在阿司和Ella這一隊裡面 其實看到 因為她是想用其他的機械人和人之間的活動官 去折捨回她 她的折捨很弱 應該怎樣 其實好像剛才阿姨有提到一件事 那個維修員 和另外一個回收貨的機械人 他們再重遇 這個回收貨的機械人 以前是跟隔離輪舍 當她是姐姐 再見她 她已經被洗腦了 就是說我再重遇這個人 其實她帶了一絲的希望出來 就是什麼呢 就算這個機械人被洗腦 她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跟她 建立同盟深厚的感情 你們的回憶 雖然不是一個以前的回憶的軟族 但你也可以創造新的回憶 就是好像是一絲的希望 但其實她把那一幕全部扔開 然後擺放了什麼 阿司告白 這一幕我也是不明白的 其實這位古羅 我還在覺得 終於像這樣 編劇 明白自己在玩機械設定 換OS 洗腦 有說一番 好啊 就得好啊 告白了 她兩個作用是什麼 就是拿胸 和看告白 沒有其他的作用 你的臉是不是很重啊 突然間 那一刻我們經常有些想法 明白的是 其實是否 編劇 是有個人和他在旁邊提他水 你不是應該問其實有沒有編劇 你不是應該問其實有沒有編劇的 你不是應該問他有沒有編劇的 那一個簡單就是 可以說就是 上門追訴 總之很簡單就是 那個負責人簽名完成 回收機人完成 就是這麼簡單 你搬出去吧 就不應該做很多額外事 總之說 我告訴你和他三文海誓 合理的 那一期就去暴走變喪屍 其人收回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我覺得是社會貢獻 事舉重建 你明白 所謂的臨友都有良知 對不對 他在一個田生裏面做 都可以有愛心 你不要這樣對人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也是一些設定的 就是他們這個做法 應該是會有很重的負擔 但是負擔就是什麼呢 自出率開支大了 社長跟你說 都三年了 你們都是這樣的支出的話 其實我們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你們下次給我一個改善方法 好嗎 不用的了 Iras寫了之後 這次的支出應該是低一點的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怎麼進來的 是靠後門有關係進來的 那會可以調職的 當然不是 剛才你前一節 你沒有聽過我講嗎 阿絲的手法是多麼高明 他在思考在這種方法裡面 如何登封燥極地 可以令他的受惡服務 他現在發揚光大 很顯然 你看到一般社員那種方式 肯定是沒有受惡服務的 他是不會去 拿那30% discount 去買多次的 嗯 他現在是發揚一個新的商業手法 是研發一個新的商業手法 所以你看到 社長這麼大量 他是要改善放浪 他不是說 你們和我 不要用這種方法 他是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的 你都明白 那社長是很聰明 阿絲也真的叫做 他看到前景 但是尚未成功 是啊 你要更加努力 做出這個成績給我們看 然後 那我就可以改革其他部門了 阿絲問什麼 我身上膽 他親自自己落場 他去開發部算 但跟著那個銷子 好像是維修部 跟著他跟這個Ella 我懶得你 這樣嗎 他還拍了半集直屍 你不要這樣吐槽 跟這個Ella拍拖 Illa 我都說 但 你Ella 救命 不是啊 那個人都可以Ella 可以Ella Ella 在這段愛情故事裏面 在叫做 把握緊餘的時間 對 你也很明白 為什麼職場戀愛是這麼大的 這個好的銷子 就這樣沒有了 就令到一個 變成維修員 也不是 他可能在另一個角度去想 這件事 既然 記憶都沒有了 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愛情故事裏面 就是說 阿絲在當他跟他拍拖的時候 他的性格 他的大智慧 是完全不同的 他個人是很豁達的 其實是 我知道 剩下1000小時 沒有1000小時 應該是吧 很痛 是很痛的 但我享受 對一個18歲的年輕人來說 一個第一次拍拖 情賣初開的男生來說 反正他都沒有記憶 沒有手指 對 戀愛這些東西 那個喜悅是比悲痛的 一定是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OK 接著他們就開始 兩口之奇 阿Beru他們一直都很同居 沒有什麼所謂 對 先同居 明晶現術 OK 明晶現術 新世代的戀愛方式 當然我看坊間裡 很多討論 人家看這段是看得比較開心的 看到沒有 甜蜜蜜的生活 正常一點 你錯了 我看甜蜜蜜 就有多折奪 有多甜蜜 有多折奪 這是大摩法師的發言 阿C是用一個很豁達的心情 你看到他在這裡 之前你還看到 他可能是很笨拙 在這方面 但是 一個人嘗過戀愛的滋味之後 可能那個人就大過了 那時候醒目了 那個人又成熟了 你看到他是很豁達的 成人禮 他聽到就說 剩下一支消息 香月跟他說 你要現在放棄 都還可以 他說不行 最後的partner 都一定要是他 那一刻你完全覺得 他跟他初頭的角色 為什麼好像不一樣了 換了忍不空 我明白 他說他才是害怕 是 他換了OS 我不知道 他其實已經過了一千個小時 救了九年 他換了這個記憶之後 開始有些人提出這個立論 麻芝社 即Ki社那些悲劇式的愛情故事 究竟有什麼差別 什麼差別 那個差別就是 其實在麻芝社那種其實是什麼 你會看到有一絲好像是希望的東西 那絲希望就是你一直都覺得是在抓緊的 是 那絲最後 麻芝當然是最後要拖開那絲的希望 就是想你覺得那絲就拔走了 即原來機器是創造一個 很悲劇性的悲劇場面 是的 但是也很令你感動的場面 但是這個故事裡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這個機械人 真的不像機械人 也就是什麼呢 你看不到就是 但是他一開始已經寫得很厲害 他就一定會暴走 那暴走那一刻 你就小心一點 你的頸 過著你的頸 最好想想一下 所以你沒有看他回收點 回收那隻戒指打了下去之後 然後鐵箍在頸上 你看回第一集就知道 大家看看最後一集 當他上來的時候 看到他之前的上司 就是那個香月 應該是香月 其實香月是不是瀑在那裡 就停息報 摩天龍 等他留在天空那裡 然後女兒發電臉死的男主角 那當然那一幕 最當然是非常美麗的華麗的 就發現一團光就走了 粒子化 突然就跟他做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樣說 那幾幕做出來 就是什麼呢 你純粹單體那幾幕 你要覺得 可能有機會賺到你 都收得漂亮 賺到你可能一滴眼淚 零點一滴都沒有 你先說一下 但是 因為這套東西 他之前的設定寫得太死 就是什麼呢 之前的設定 我看到那個幕後 我立刻想說 什麼摩天龍裡面 那一部機 可以按reset的嗎 應該會變成薩斯摩天輪 應該是困獸鬥 因為我們一直看到 故事裡面 要reset就要坐在那一部 車尾箱 車尾箱的安樂椅上面 然後跟他按 按個按鈕 按個reset按鈕 不是電椅 然後我立刻想 我問 是粗別式來的 他是不是在哪裏 有個reset按鈕 可以讓我按的 摩天輪改造了 我明白了 那些按鈕應該是 情侶才知道的按鈕 所以一些位置 可能不是一般人的 粗別式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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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扮得好 那些 你是想扮殺奶 正如剛剛樹齡所說 跟麻芝食的悲劇 一樣 就是所謂不想做到 那麼善情 不要那麼悲劇 那他不如不做 似乎是想做到 那個事情 但是是什麼呢 那些質疑 告訴你 其實你不會有 那一絲的希望 其實是 就是說 你只要 你肯保住那一絲的希望 我們下一個 就是看到 先血之結末 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放開 那個人 怎樣可以讓他 圓了這個心願 好像帶了一個 臨終的病人 去了遊樂場 看完戲 拍拖 然後讓他安然地離去 完成他的心願 我想那個悲劇的色彩 是沒有那麼濃的 在美之下 但是 我想那個問題就是 前面的劇情鋪陳 是給不到你今天的感覺的 你又不是要說 機械人和人的離別 去說什麼的 你只是說兩條 一個男一個女 很開心拍拖 就要走了 好啦 那你想問有幾淡言色的悲劇 在裡面 我就不太覺得 淡言到我淡言到我 怕不出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那個 Gideon的設定 和之前第四集的設定 似乎有些傷違反 就是之前那個 就是過了那個時間 他就會那些 性格 記憶 開始缺失 就可以補走 但是 後面那幕 我期待 那個補走的畫面 他沒有那個畫面 就這樣睡了 那其實是不是 其他的Giftier 可以用這個 就這樣安睡了 回收就方便很多 沒有關係 他這裏 你這裏那個位 就是那張安樂椅 那個問題 是不是有那張安樂椅 才可以關機 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句 圍尾畫面不好看 坐在車上 然後跟你按鈕 其實我覺得 你那個位 其實要做 你都可以做到很善情 身離死別 好像在床上 然後 然後 這個位置就是什麼 你看韓劇那些就是什麼 我拔你氧氣炒 然後就說 你空式 這樣而已 但是 在魔天堂就覺得 哇 甚至很可笑的 一件事就是 其實一開始電影 就是在做你這樣的形式 根本就是 為什麼最後不再做 那是有些奇怪的 而且 為什麼不回自己的房間 所以 因此看到那一幕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疑問 我忍著不問很久了 其實前半段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前半段的劇情 這一套有什麼 我剛才不是說了 都不知道做什麼 前半段是說 這個男人 怎樣辛苦賺錢 前半段是說 一個 都說說一個 銷售 應該怎樣 去銷售一件產品 還有 銷售一件產品 是不夠的 他的售貨物都很重要 因為這些是回流的客人 救命 不是 前半段 你記得有個高登 有什麼 簽滅部隊 有什麼步驟 後面是什麼都沒有 是 我想說到先答 先答 是 你看到後面 有人步驟沒有 有人抓他沒有 什麼都沒有 很和平地走了 大哥 和平我當然是OK的 就是他們叫做 但是最重要就是回帶 這套東西 最初的時候 你問一下 你知道生命的限期 你會怎樣做 我會拍拖 我回答 我回答 這樣說 如果這套東西只有六集 就是做後半部 我反而覺得是好少少 我們現在看他們放閃光 算了 我覺得拖得太快 其實不需要前半部 應該說 整個機人設定 他起碼有三集 很沒意義 這個等同學說 反過來 整個機人設定 就是第一集 見到一個少女 然後你在醫院見到她 然後你不小心聽到 這個女生剩下三個月 就是EOLA UFO那套東西 比較流行 只是一樣 就是半月的那些 有半月的那些 對 那就是這樣的劇情 那機器人 正正經驚這樣做 那些沒問題 就是說 三個月 三個月 你想給希望 三個月 其實真的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喜歡 你會不會會 OK的 如果要死 你死而無緣 我懷疑三個月要死 你們不相信 其實整件事都OK的 但是為什麼要做一個機人 那機器人有什麼用 他曾經有用過 但是他被拋走了 我才能夠為 例如呢 例如剛才說 如果用人格 換了OS 換OS 人格沒有了 一個新的人 如何重新有認識 那樣東西 但我不明白 你這樣跟死有什麼分別 有些不分別 效果上沒有分別 可能當大哥能做了一段 七年之後 又見到一個好像 AILA的人出來 那男主角有什麼心情感受 沒有 甚至乎 他最後多了拍照 但是沒有演的樣子 但一雙鞋子不同 甚至 那一節 我對過的 因為那一節 我特地是對的 那一節 你去看一件事 其實就是 這套東西前流分的 就是 可能前半就好像 剛才主持所說的 他們拍拖 雙戀 然後然後reset 然後再回來 他再看到同一個女 但那女兒可能 移情變戀了 其實他不再喜歡她 因為reset了 你怎樣去面對 一個同一個樣的人 但是 你可能說 你也是想她是幸福的 其實你也可以說得通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機械人 當然這個可以不用的 機械人 你用的說 他是我的馬山妹妹 這個設定都OK 但機械人我真的不知道 你做什麼鬼 你剛才那個說法 有一點一萬二千年的味道 不是這樣的 機械人 一開始機械人的鋪陳 以我們理解 是應該做一些單元故事 當然不一定是機械人 屍神的歌謠 都是他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 本身是有他的單元 即是我們一開始 新版的時候說 這些單元 生命小劇場的故事 重點就是 被你激勵了這麼多單元 這麼多小故事 你學到最後的東西 去最後主線的時候 有什麼得獎 但是就是沒有了這個 在不同的角色的底下 他可能是 父女 兄妹 不同的角色 其實他用了機械人 來影射那段的關係 其實我一開始 我也是想著他是這樣的 然後最後還是說愛情 即是說 若然我和一個超越 超越物種 的戀愛 不是再說親情 不是再說什麼 不是師徒 不是什麼 真的戀愛 我真的愛上了他 那應該怎樣呢 其實 但是在故事裡面 現在就沒有了 識機 什麼都沒有了 沒得怎樣的 我可以說 他是沒有解的 當然你說最終就是 矮人說過 他對那隻鞋 是不合鞋 不知道是不是 他想做個效果 就是什麼 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究竟再回來 這個是不是 他們重新開轉 一段新的 再展開一個新的回憶 再悲痛一次 不是 那他就裝浪漫 就開放式結局 但是明明這個學識的東西 就沒有說過 其實 是的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這套東西 我喜歡說 根本上 解決到赤字的問題 又沒有說 他九個月還在 還沒倒閉 是 我覺得還是說 故事就是 很有趣的 這套最後一集 一出完之後 接著 EzH也是這樣 後插 然後Twitter也是這樣 嘩 好嘴唷 很有趣的 兩極的 我不太明白 有些人單純看最後 他們覺得很淒美 身離死別 然後說 我要隱痛 就是 好像什麼呢 我都是說 臨終 然後你見著女兒 最後又說 你死也要死在我手上 身邊 不是手上 不是 剛才他扮戀頸動作 不過他扮戀頸動作 他都很想戀頸 就算死也要你死在我手上 是那種 那就是很淒美的愛情 對 很淒美 不是他死在愛的人手上 就算做好意 就算好像戴戒指 好像說什麼 他們真的完成了一段愛情 就是說 由相識 到到拍拖 到到結婚 然後 我撞你了 那搞定了 那我可以認識新的女兒 阿蘭都說了是可以的 重點 那首尾九點了 完成了一段 但是你說 對那點提 那個東西 生命 其實我覺得 你好像沒有答過問題 其實好像是 去到今天來一題 其實我簡單來說 正如那句 如果你真的被最後一幕我看 我也覺得挺感動的 前面那堆東西 你給我看了就不好意思 你純粹看最後那一集 最後幾集 不是一集鬥的 最後一集 你會覺得 真的發閃光之前 然後就說 他們知道 今天是我們的最後一天 然後 怎樣去 過我們這個有意義的最後一天 然後就完了 其實這套東西 是一集而已 一個一集半的短片 其實是OK的 我發覺 你只是看那一集 你只是看最後一集 你會覺得 嘩 好觸碰 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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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如果你拍拖 你看著你兒子 或者看著你兒子 我會說 好軟啊 我 過了十秒之後 我知道 然後跟你兒子 或者跟你兒子 你明天忘記了我就好了 不是 要先看最後一集 跟兒子和女兒 都是看第五集 看第五集 咬你的鏡 不要再說年紀 真的 捉不到 老實說 其實馬芝色那種愛情故事 其實 真的要PO 真的要PO 色目以待 你現在有馬芝色的故事看 七月的時候 是 悲不悲不知 都不知道 你的嘉賓毛蟹 在旁邊 為何變了嘉賓 不知道他是嘉賓 他在旁邊 一個懶笑一聲 這樣 我們 即管看看 我們看到一套 不是太好 用催淚形式的愛情故事 的水準 不是太好 我們把催淚大師 阿麻芝 去寫 究竟他是不是風彩依然 還是 其實他也是跑出 搞幾億出來 我們唯有拭目以待 即管看看 我們這套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套